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15小工 今天接到一个电话 来诉讼一个厨房下隧道 这是一个门头 这个房子几乎一层都在这个路里下面 这个路是一个大坡都比较高一些 经过电话给客户了解 他这个下隧道是上这个房子的后面拍的 所以一个一而成的厨房 来到客户家准备进去疏通了个下隧道 现在一看这种情况呢 他这个下隧道 谁能和客户了解 所以用他这个住户烧,用水量低 自己家做饭可能用的水比较少 整成往下隧道的虫水量比较少 形成了这个多 还有一个后边的底界 比前面的方子的底界高一些 也许是这个坡都消也有原因 还有一个什么原因 他这个坡道不是很粗 底下里那个坡道应该是七五里坡道 这个粗放单走路一个 这个坡道 哈尔路还不一样 还不算花 苏同万屋 屋迷一根的荒 进去了一根之后 这个水啊 渐渐的就开始下降了 但是你还是不躺 不是那么顺畅 那支流继续再加一根换 把它打到外面的那个下隧道 五水进程里面 才能解决这个主要的问题 我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 在这个私用下隧道的时候 特别是这个遗漏 你自己家单独肚立的这种下隧道 我建议你用水 就给他冲这些 长董西那时候啊 尽量 提前预备一盆子水 这个长董西烫完以后 用完一盆子水 一切都把它冲出去 不然的话 你经常出现 永水两消 谁说是长董西上到下隧道里去了 但是他不代表拍出去了 只是不代表 只是你看不到了 但是你实现差了 你堵下隧道的这个费用 不比你水钱省 你这么算 这头省了水了 哪头堵 多统计会下隧道 你这个费用比水害费 我看我的视频里 各位朋友们 你们算上十多账吧 我希望你们不堵 今天的这个活呢 我也都算是 比较熟通弯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我的视频 通过我的视频呢 你可以了解一部分 语方知识 或者是 你要是在我们显乘周边的 你可以实信我 我可以上门服务 维修 这一块都可以 感谢大家的观看 准备手势工具 大脑恢复 少下一点 还是一个疏通下隧道的会儿